好 欢迎回到焦点对话 十八大之后呢 中共新任总书记习近平呢 几番高调表达反腐决心 反腐被解读为新领导层聚集民心 重述中共合法性的突破口 短短几个星期之内呢 中国多名大小官员纷纷落马 媒体和网民之中呢 也一片喊打之声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呢 中国这一波新的反腐浪潮 有许多新的特点 包括官员的情色和财务隐私 大量的曝光 网上检举遍地开花 以及检举人实名举报 建成风气等等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分析一下 这波反腐浪潮的主要看点是什么 在现行体制之下 这次反腐呢能够走多远 好 我们就来看一下 就是说我们大家都注意到 最近的这个反腐浪潮 确实有很多的这个新的特点 那么有网民说的说 这个家中失窃二奶翻脸 日记丢失 成为这个中国最新的这个反腐利器 好 破空你来跟我分析一下 你觉得这个这一波的这个反腐浪潮 和以往有哪些不同的地方 我认为首先呢 这个是新冠上任三把火的需要 作为习近平上任 他要抓一个中心的话 他没有别的可抓 反腐是一个最容易抓的一个课题 那么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需要还是权力斗争的一部分 如果他要继续摆脱江系 或者胡系人马的纠缠的话 最好的办法是追究 这些人马的一个腐败问题 第三个我想习近平 他我上次说过了 他受到了大林常委的监控 尤其是江系大林常委的监控 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要通过司法政府来进行反腐 难度相当大 那么他的办法就是走向民间 到民间去 这个通过互联网的检举的方式 来进行反腐风潮 也就是说通过民间反攻中央 农村包围城市的方法 来为自己杀开一条血路 我觉得如果说特点 这个恐怕是一个最大的特点 说到这个网络比如说雷正复那种确实比较硬对这个破空的这个说法 老生 我们知道最近这些反腐浪潮 绝大部分官员都是跟情色有关系 这一点是引起很多外界的这个注意 这个跟以前中共这个打击政治对手 或者是严打的这种风格不太一样 以前都是经济问题或者其他问题 记录也等等 这为什么这一波这个情色问题成为一个那么大的重点 你的分析 因为第一我们认为这是中国的这确实是社会媒体的兴起所造成的结果 而且检举一个官员的情色问题它最方便 只要你有一个所谓的不哑照 不哑的视频 这个事就很容易去证实 然后牵扯出它的经济问题 什么滥用职权问题等等 如果你要是从经济问题入手 像纽约时报那样去做 温家宝加作有27亿美元 一般的民间老百姓或者所谓的网络的记者 他到哪去找这些材料 他有这种资源和这种能力吗 他会遇到阻力又会有哪些 相反 铺王他的情色的问题很容易 雷政府的那种照片拿出来以后 马上大家说 这个看样子是很难抵赖 情色只是一个突破口 情色的背后一定还有钱财的问题 有经济的问题 一个经济上非常清廉的官员 他很难真正卷入情色的问题 我自己这样觉得 所以我们现在看这个表面看 突破口都是情色 根子都还是钱 你要包二奶 三奶 四奶 你没钱怎么包 九奶 十二奶 对啊 那都是要钱嘛 而且从情色这个问题上 就是谈起这个腐败 大家都爱听这些故事 其实这个也是跟宣传有关系的 而且声音说的很方便 这个直接提争执 或者那个权力斗争 或者是经济问题 所以情色没有人会说你不对 而且大家都很愿意听这些故事 很喜欢看这些文章 说到情色 我觉得你们还说掉了一个原因 我觉得其实跟中国今天的现实 有很大的关系 中国今天的官员 你看看倒台的 这是中国自己做的 人民大学做的这个调查研究 95%的倒台官员 都有包养情妇的问题 就这个成为官场的一个惯例 以前我觉得也许 没有到这么严重的程度 好 破空好像想插换你 说到情色 我想说你看这个中国社会在进步 互联网是个标志 中国经济在发展 但是中国的官场一直在倒退 它现在倒退了北宋 西门庆时代 甚至比那个时代还要迷烂 你看西门庆也就是六七个老婆而已 而现在的官员动辄几十个情妇 甚至上百个情妇 原来孔子说 食 色 性也 本来是说这个食和色 是正常的人的一部分 但是中国政府 中国官场继续把它发挥到 登峰造极的程度 旷古未有 而且各国未有 这样的一个未然大观 的确是这个中国无关不贪 无关不色的 这么一个弥赖的写照 说到这个社会 现在我想加一点背景 就是说这个雷正傅倒台以后 后来大家查 就是当时他那个不雅视频上的 那个女主角 那个女主角就是一个女工 建商让他去的 他去跟这个雷正傅发生关系 只付了三百块钱的加班费 就说这种事情 简直是太常有了 他们这些成为他工作的一部分 还有刚才你说到多个情妇 我们知道这个 广东的国土厅 副厅长吕英明 包养四十七名情妇 这个简直是 你觉得闻所未闻 还有很多 比如说四川什么春歌 一出去旅游 带上九名情妇等等 这个确实是 我觉得到了一个 令人发指的这个程度 现在不仅仅是官场的文化 就是中国现在整个社会的风气 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 那过去我们知道 说的是什么什么 旧社会 一个财主 或者一个官员 三房六妾 那还是分房而住的 那还有外宅呢 所以这九个情妇 一起出游 是说迎乱游 这个东西 不仅仅是一个社会 为人所不持 很奇怪 道德怎么会沦落到这种地步 我也觉得我很落后 我觉得有一个棋子 已经生活挺复杂的 幸福不够来了 已经 所以还是美国这边比较干净 也不是说干净 其实一边来讲 所有的那个 不管是哪个国家 哪个文化 包括美国在内 很多那个男政治家 都自我陶醉 是 男自我陶醉的一个特色 就是这些好色 或者觉得自己才是个男子汉 但是这个好像是有点 那个中国特色的一个腐败方法 我觉得跟中国文化 有什么根深蒂固的一些联系 我都不知道 好 除了情色之外呢 我们知道就是 刚才宝生已经提到 就是社交媒体 社会媒体的这个兴起 网络的兴起 对于反腐 但是网络反腐 也有它的优劣之处 不是说 就都是一边倒地说好 也有一些顾虑 那么破空 你觉得你怎么看 就是反腐成为 当今中国反腐 不是不是 网络成为 当今中国这个反腐的一个 最重要的利器之一 你觉得这个事情 最好事 这个网络反腐 反而就说明了 现在的一个现实问题 就是说 实际上不是政府反腐 而是在网民反腐 不是司法反腐 而是网络反腐 也就政府反腐是被动的 而人民反腐 才是这个主动的 这本身说明了 现在制度的缺失 我们知道 习近平是文革中过来的人 他是下个乡查个队 他深知文革中的那一套 就是毛泽东 在权力斗争中 处于劣势的时候 被刘少奇和大小官僚 架空的时候 毛泽东是怎么杀出削路呢 他就是走向民间 去发动群众 发动红卫兵 来斗倒刘少奇 他们重新巩固自己的权力 当然毛泽东那个方法 是霍乱国家 崩溃经济 是不值得效法 但是习近平 可能可以反而用之 因为他在高层 权力是被架空的 是被大林常务 和老人政治所孤立的 但是他可以 把毛泽东的方法 反过来用 就是说借助于网络 借助于民间 我们看到前几年 网络反腐 举报 政府大多数不理的 最多一年有几单 十单不得了了 但是今年 最近一段时间 网络反腐 甚至实名之举报 那政府马上就办理 我认为 这跟习近平的 新风格有关系 也就是说 司法和政府 他身之是不可依赖的 因此只能走 民间这条道路 说到这个 我插一句 保诚我知道你想说 就是说 我想提供一个数据 2009年 全国性的 网络反腐立案调查的 只有9件 那么2010年 2011年 分别不足11件 所以就是说 确实是 现在这个网络反腐 官方要查办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区别 我在网络上 看到一个说法 恐怕是一个玩笑 说现在王岐山 每天24小时 盯着网络 看看有没有 什么新的爆料 这确实就是说 现在这种 中国的媒体 来揭示腐败 已经成了一个 不容忽视的 这么一个反腐的力量 过去政府 有什么纪律监察委员会 有什么反腐 办公室等等 全是虚设的 中国现在官场之所以 腐败淫乱到这个地步 就是说它已经成为一种 普遍接受的一种 行为的准则 那么有的官 我听有的朋友说 在中国你要当上官以后 你必须自己得先辅 你先收受汇赋 你不辅周围信不过你 否则你的领导 你周围同事信不过你 因为他本身都是 大家都是一个大健康 这种文化 对 情色也是一样 那么几个干部在一起聚会 那窝居里就是 你没有带小蜜的 大家都瞧不起你 对吧 你必须要这么样做 所以为什么会堕落到这个地步 就是官方本身没有制约 所有反腐的机制 全都是摆设 主要还是一个体制的问题 对权力没有任何制约 对 然后呢 为什么体制内 它没有办法解决呢 因为靠这个共产党党内的 纪检系统 真是形同虚色 它没有办法去查 这个现在的情况发展到什么地步 发展到就是十个人拉出来查 刚刚这个婆空讲 这个无关不瘫 我觉得可能有点过 但是说这个十个里边 有这个八个瘫 可能又说得太轻了一点 因为它已经成了一种文化 成了一种文化 怎么办呢 在制度尚未确立的时候 你只能靠这个发动群众 民众 从网路上去 过来 谢谢这个像你说的 这个肯定是中国的体制 中国的文化问题 可是宏观的长期的来讲 也是跟经济的发展 阶段有关系的 最近有那个 福吉尼亚州立大学 那个乔治麦森大学的 一个学者 他做了一个研究报告 他说是把美国 平均收入2800 跟中国平均收入 也是这个款项的 这个腐败度比较了 美国是1870年 达到了这个平均收入2800 中国是1776年的 可是同一个阶段 同一个这个收入水平的时候 美国比中国腐败的多 而且如果我们看 那个平均收入 达到7500 美国是1928年 中国是2009年 腐败度差不多是平衡的 我就是说 这个也跟经济发展 虽然跟体制 跟文化有关系的 也跟经济水平有所关系 我有两点看法 等一下保身 对不起 不是等一下破空 我有两点看法 一个是我同意你的观点 中国的腐败 是跟经济的发展 有直接关系的 而且对和中国的经济领域 没有任何的这种监督 有关系的 也有关系 官员政绩靠什么 发展经济 GDP的增长 然后所以就拆了桥 再建了桥再拆桥 然后拆了再建 大楼也是一样 这样它才有油水可捞 另外一个 对它那个比较 我认为没有多大的 实际上的意义 因为美国的统计 我们不知道 他们那种 美国当时的腐败 是怎么统计出来的 现在中国的这个腐败 又是怎么统计出来的 所以没有任何的比较 它的方法 有知的怀疑的地方 肯定跟体制文化有关 好 时间不多 我请破口回应一下 我想补充一下 刚才那个国华讲的 这个无关不坛的一句话 就中国在那个网民 早就有一个小笑话说 如果中国的大小官员 排成一个队 一人给他开一枪 那肯定有冤枉的 但是你隔一个开一枪 肯定有漏枉的 破口这些是几年前的 对对对 现在已经增加到 隔两个开一枪 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习近平这次反腐 其实他还是走过长 为什么这么讲呢 就说如果反腐 你真反腐有两个 有一个时势两个指标 一件事就是官员财产申报制度 两个指标就是 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 只有这三个东西建立起来 那就是真反腐了 不仅反基层中层的腐 而且可以反到高层 如果这三个东西没有 那就是假反腐 但是我知道习近平 他也很为难 一个权力交接没完成 再一个这个司法 也无法启动 新闻自由也无法实现 那么走官员财产申报制度 是一个方法 另外就是走民间反腐 通过民间举报来反腐 是一个方法 这是过度时期 一个不得已的一个方法 好 时间不多 请两位简短一些报时 我就想说一点 习近平这次去广东视察 认为很有寓意 因为据报道 广东很快就要开始 所谓干部申报财产制度 这个事情 大家拭目以待 我觉得习近平 这个未来怎么做 我们还有待观察 从他目前采取的一些措施看 我觉得这个前景 应该比以前乐观一些 你看王岐山主管这个纪检 那王岐山做事情 我们知道喜欢大刀扣斧 对不对 再一个他这是广东之行 所以我对习近平主政以后 在反贪反腐这一方面的这个作为 我是持比较乐观的态度 因为他不这样做 他的权力没办法巩固 他的作为根本就完成不了 还有不管他确实能起多大的效果 我觉得客观上 他起到一个让官员人人自危的这种 但是王岐山也说 不搞运动 要搞所谓润物戏无声的这种做法 像春雨一样那么温柔 所以也不要寄予太大的希望 好 有关这个中国反腐的话题 咱们就到这儿 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美国的慈善活动 对于中国有何启示 请您不要离开 再见